打拼半辈子赖以为胜的技术 面临时代转变 一身功夫被迫淘汰 真的令人很难以接受 该如何应变呢 早期广告招牌都是使用霓虹灯 但随着LED灯问世 逐渐被取代 产业没落 霓虹灯师傅纷纷退休 或转业 然而他没有亲眼放弃 接触霓虹灯四十多年了 不仅钟情霓虹灯缤纷色彩 也被那温暖又柔和的灯光 深深吸引 他想方设法 希望能够保留这项产业 一元忌讳 发现艺术可以让霓虹灯不朽 于是走向了创作之路 把工作室变成了实验室 尝试商业霓虹灯 很少使用的造型 让霓虹灯立体化 让每个角度都能够发光 更试验不同气体又别于传统 也混搭 创造更亮眼的视觉享受 在他的巧手下 灯管和色彩相互融合 幻化出千万种样貌 超乎想象 更善用电极和电压的变化 制作出互动性霓虹灯 作品还被美国和日本博物馆收藏 让传统霓虹灯登上艺术殿堂 让现象产业继续传浅下去 这个霓虹灯它是一个很迷人的一个光线 让人家看了是会有喜悦 会有一个那个情绪的一个 调适的一个光源 柔和光束 缤的色彩 钟晴霓虹灯四十多年 对于他们的千姿百态 黄顺乐百看不厌 800度高弯前眼神专注 对照草稿图形 卯折灯管的弯度 玻璃稍软以后 它就像麦芽糖一样嘛 那你要怎么样顺着它 不要让它变形 开始已经转红了对不对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成形 它放下来都还可以比一下 因为它还没有硬 所以有一段时间 大概三到五秒钟的时间 你可以有机会去批准它 在霓虹灯还很罕见的年代 十三岁时的经验 让黄顺乐退伍之后 毅然投身霓虹的世界 市民国六十几年嘛 其实那时候的霓虹灯 还是罕见啦 那时候真的是在 就是在一般的市面上 都非常的难见到 故障 清晰的关系 才有机会去接触 这个霓虹灯这样 那其实看到霓虹灯 这个很漂亮的颜色 而且我们在乡下 根本看不到这种东西 那就有很大的兴趣 你知道它的玻璃的特性 你就知道说你这个灯管 要怎么样去弯 它不会折到 它会顺顺的 会拼你的话 像现在这个时候是吹气 不过因为玻璃管 在加热过程当中 它会往下陷 它会凹下去 吹气就是让它维持跟灯管 跟原来灯管一样粗的效果 每一次弯折 透过嘴巴吹气 控制灯管管壁的线条 塑形的过程既考验耐心和细心 也考验耐热的功力 我们用瓦斯的 一定要把这个热气抽出去 那你的热气既然要抽出去的话 那你开冷气 就是会把连冷气都一起抽掉 所以你开了也没用 这个断掉其实也有很多原因 有时候就是膨胀叙述的问题 碰到整个东西 或是不小心桌上有一块小玻璃 然后你稍微有摩擦到 它就会这样子断掉 这个手持在啊 这个牛层目前做制的部分 是没有机器可以取代的 这个是可以调整的 这个火 可以调整火的大小 浮度比较大 我们就会用这种床子 依照不同造型需求 变换火炬和灯管 搭配十大十小的吹气力道 就能表现多变的造型 这个运度是不一样的 两个运度不一样的玻璃 要接起来比较困难 颜色不一样 它的运度是不一样的 你火的位置有没有 要抓得很好 退伍后到工厂当学徒 而后自行创业的黄顺乐 一起霓虹灯 昔日的荣景 仿佛历历在内 霓虹灯这好的时间 大概就是民国八十年 到民国九十年 这二十几年这个时间 一般所有的只要 不是压克力招牌的 基本上都会用霓虹灯比较多 那时候有请很多师傅 大概我工厂里面有 八九位的师傅 在帮我做灯 帮我安装 所以那时候是 那时候其实新竹也有很多霓虹灯厂 最多的时候新竹大概有八个厂家在新竹 我们要把这个灯管接在我们的真空上面之前 刚才有预了一个泡泡对不对 这个泡泡就是现在要放水银的地方 因为我们要做建成设 大概这样一点点 这个是云母片 这个主要是作为绝缘 然后耐压 因为我们要用高压电 放在这两个电极上面 那这个高压电有多高 大概有三万伏特 我们一按就可以看到它有没有亮 现在有没有 再按的话它就是绿色出现了 塑形后的灯管透过高压电 以内加温的方式确保真空 现在在抽 把里面的空气水分啊 通通把嘴巴吹的那种湿气啊 那东西先把它抽掉 现在是完全不亮了 表示它真空度非常的高 静置冷却之后 注入奶气或牙气等气体 呈现不同的色彩变化 现在要从奶气进去 那我现在开下去 它就是亮的 注入奶气后 顿时绽放橘色光晕 藉由水银蒸气 建存还原灯管原有的翠绿 结合灯管本身颜色和气体 电压电极等多种元素 打造的霓虹灯 一度在市场独占凹头 却在LED问世之后 渐渐走下坡 LED在开发的过程当中 大概有七八年的时间 就是在磨合的时间 然后慢慢的 它的产品越来越成熟以后 那霓虹灯就慢慢的 亮就慢慢的降下来 这个彩色玻璃 现在是非常珍贵 尤其是像这么大管径的 像这个是20mm的红色的管子 这个管子大概一般来讲 现在都已经停产了 那这个管子大概在十年前 我们就买起来了 珍视手边为数不多的彩色灯管 如同黄轩乐 看待摸了大半被子的霓虹灯 总有难以取代的迷人魅力 霓虹灯颜色也是很丰富 亮丽 但是其实它的光源是比较温柔一点 它是单面 最多现在好像是到100 120度130度嘛 那我们的霓虹灯 它可以到360度发光 因为一场展览 让黄轩乐看到一线曙光 希望透过艺术创作的方式 延续霓虹灯的美丽 国外的一些艺术家 就当时大概有六七十件的 国外的展品 然后到台湾来展览 从那时候开始 我们就想说 把一些霓虹灯那种技术 应用在艺术创作方面 或是说做观赏性的一个霓虹灯 本来是在国外展 那后来就是国内慢慢地 在各种展览的场合 我们就出现以后 民众也慢慢地 对这种创作 有一种好奇的心理 就是慢慢地把国内的一个市场 慢慢地培养起来这样 如今自己的工作室 就像每轮美奂的展览馆 不同于昔日的商业灯饰 艺术创作 让黄轩乐发掘 霓虹灯更多的可能性 这个美学的东西 对我来讲 也有在慢慢地 在进修这些知识 怎么样去把这个霓虹灯的配色 或是整个一个布局 设计到最完善 当作玩的一种心态去做 或是一个实验的心态 其实霓虹灯到现在 其实还有很多的空间 而除了是窝在工作室里 创作的艺术家 偶尔黄轩乐 也得像个出诊的医生 走出户外 为作品们保养修缮 坏掉了 已经好久不亮 以前我们社区在生计划的时候做的 社区里面有好几盏 坏掉的话我们就会来维修一下 不同于其他灯饰 霓虹灯相关器具与维护 仰赖多年累积的专业 因此除了事前的设计与创作 事后的检修也是黄轩乐的工作之一 除非打破要不然灯管坏掉的机会不大 这个边下器都是霓虹灯专用的 帮人家做就是要帮人家修 最起码要找到一个做霓虹灯的才会修 为了厘清故障问题 不仅往返郊区和市区是家常便饭 有时也得登高涉嫌 你说那里带来带来带来 这边一个字 检查顺便 有问题的话顺便换掉 应该是变下去 然后有那个家的地方 应该是陷入的问题 我先去看看 因为它这个从外面换不到 所以一定要进去 所以这个人说我这个卡路不败 这是不好施工的意思 我开一下灯看看 两天好 那里这里有了 反正有问题 近年专职创作修缮霓虹灯 然而对黄轩乐来说 传承的使命才是客不容缓的职业 可以了吗 可以 等一下 你先把这边稍微缩口小一点 好 慢慢地把它靠上去 靠上去 不要抖 我这样会听到的 有点什么东西 商业型的霓虹灯 在法国巴黎问世以后 到现在只有110年而已 其实它有它保存的一个价值 那这些技术从哪里来 就是从你的经验里面 慢慢地累积下来的 这是可以传承的一个东西 霓虹灯消失是不太可能 因为国外还是有很多人在做 那只是说台湾最起码要有人选 这样的返回 可以啊 可以啊 要不然你说你比这里一样啊 你比这里一样啊 等一下玩上去也可以啊 教学之余编制教材 要尽自己所能传承言识 它所有的弯 我都把它画出来 做成这个教学的资料 然后你可以按照这个资料 去做学习的一个方式这样 吹气太早 吹气太早 对 弯完然后再吹 你不要边弯边吹 担心霓虹工艺 随着时代洪流 在台湾渐渐失去踪影 王璇乐难免感慨情绪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美的东西 应该要有人传承下去才对 置身霓虹世界的职员 钟祁一生乐此不疲 但求绚烂的光芒 可以心火相传 历久弥新 老闹 老闹 小鸣 Hag 小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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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